今年台湾各地掀起黄金枫林木热潮 透过媒体及网路传播 让赏花景点涌入人潮 彰化县西州乡台一县省道与郡永路 也种植了约两公里长的黄金枫林木 近日成为热门的赏花景点 通通都有 就看来非常的向往 所以就利用休闲的时候特别来 来一探就近 果然就像网路上说的 其实我觉得现实的景色 比网路上传说的还要更美 更真实 真的非常的漂亮 这种鲜花大道 这个叫做黄金 黄金羽吧 好像沿路都是 好像满地也都是 所以让我们觉得很高兴很开心 西州乡 桥义国小旁的人形路桥是欣赏台一县省道黄金枫林木的制高点 人形路桥也变身成为赏花路桥 不少民众到现场赏花拍照 并现场写生作画 黄金枫林木原是作为行道树来种植 接种植在省道或县道上 今年干旱缺水给了植物一个逆境的景讯 让树更急着一次把花开竹 以利繁衍下一代 也造就了罕见的花海美景 意外掀起这波赏花热潮 让民众为之惊艳 公益频道张华允西州采访报导